暑假是旅遊忘記 也是餐飲業的戰國時代 就在高雄各家餐廳 早有應對之道 萬豪酒店就請來 米其林一星餐廳主廚 用法式料理手法 來烹煮臺灣在地食材 而洲際酒店則為了旗下 新加坡的餐廳開幕 推出免費市區活動 而至於漢萊飯店 則推出精緻海鮮火鍋 來搶攻暑假當期 油脂豐厚 魚肉細緻的鮭魚 五分熟的程度 口感帶著軟嫩 搭配碳烤白蘆筍 左上以鮭魚卵調味的 檸檬奶油醬汁 滋味醇厚又清爽 鮮紅Q彈的紅蝦 以龍蝦高湯為基底 搭配紅蘿蔔泥和泡泡 俊勇法式風味 月上舌尖 優雅的擺盤 也是一場視覺饗宴 不管是食材的準備 還有在口感的層次上面 非常豐富 非常的靈巧 靈動 高雄萬豪酒店 沿來米其林一星餐廳主廚 以傳統法國料理 結合臺灣的風土食材 推出精品晚宴 米其林餐廳的服務 還有在食材的準備 以及在料理的呈現方法上面 非常的多元 品嘗經典美食也可以不用大手筆 洲際酒店為了即將開幕的新加坡餐廳 公開招募一百位食客 參加餐廳開幕暖身派對 只要獲選就有機會擔任美食評審 免費品嘗道地新加坡美食 試吃招募的方式來做一個開幕前的暖身活動 所以希望自己可以抽到 高台的和來飯店 則是打出聚餐主題 推出精緻海鮮火鍋 這一整盤綜合海鮮 搭配肉質軟嫩的美國極黑和牛 和臺灣特選黑豬超值破表 各家餐廳祭出各式美食與行銷手法 為即將來臨的暑假檔期提早備戰 記者劉元發高雄報導